報告委員 我不吃滷肉飯 謝謝 我都吃行政院自助餐廳的自助餐 謝謝 去我家附近的滷肉飯它還是25塊啊 沒有帳啊 來行政院的餐廳 它的水餃到現在我吃了好多年 都沒有帳 花米山大概20塊左右吧 有這麼的表漲 花米山一次漲5塊漲10塊 你覺得不痛不癢 你知道胡須張的滷肉飯 胡須張的滷肉飯很好吃 滷肉飯從去年到現在長多少錢 主記長請說 報告委員我不吃滷肉飯 謝謝 你看主記長你是這樣的一個講法 台灣人是多少人是靠著吃滷肉飯長大的 我很喜歡吃滷肉飯啊 所以我知道價格的變化 我知道一般的民眾的想法 你不知道滷肉飯 那請問 肉圓有沒有長 你不吃肉圓 你都是吃米其林餐廳 沒有啦 你都是吃牛排 你都是魚吃鮑魚 所以難怪你不知道 一般民眾他心裡遇到的問題 到底是在哪裡 我都吃鹹店院自助餐廳的自助餐謝謝 警長我請問你喔 這個一般基層接觸最多的喔 就是國民的那個美食喔 滷肉飯 對 最近有長的你知道嗎 去我家附近的滷肉飯 他還是25塊啊 沒有多 你家附近的 那個胡須章 他是第一品牌 胡須章的滷肉飯比較高級 高級好吃啊 好吃的 你也吃得起啊 大家都吃得起啊 問題是他真的在漲啊 你知道 他從 小碗的30塊 漲到 33塊 最近漲到多少你知道 聽說有50多塊的 我有看到有 沒有啦 小碗的啦 184塊的 那 漲到 35塊 就講水餃好了 水餃去年啊 過年前喔 一個豬肉水餃才4塊錢 過了年現在一個水餃漲到5塊錢 可是薪水沒有漲啊 主計漲怎麼辦啊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來行政院的 餐廳他的水餃到現在 我吃了好多年 都沒有漲 那一般的民眾長啦 你叫 住在 三峽的民眾 跑到行政院可以去買嗎 三峽的水餃 你叫 台中市的市民 三峽的水餃也不貴啊 他吃水餃 跑到行政院買水餃嗎 不會啊 問題的 存在情況 就是他漲了25%啊 這個 這個 稅收超增 你講的什麼 稅計 剩餘啊 與其這樣做 拿去亂花錢 沒有亂花錢 政府發任何一毛錢 都是大運通過 把它平均的 讓全民都受益嘛 再來發一次消費券怎麼樣 那個消費券上一次的成果好像 跟預期差異很大 因為我想目前並沒有 沒有啊 我看全民大家都很開心啊 你上次有沒有拿到 經濟成長 我當然拿到 可是經濟並沒有成長 有沒有拿去花 有沒有拿去花 我原來要去買的東西 我用那個消費券替代 所以並沒有增加消費 對 你知道你說沒有影響多大 如果上次沒有發的話 經濟成長是更差的 我還是因為我買入場用品 那些入場用品我還是會買 所以經濟不見得會成長 那你比較省啊 很多人是買別的東西啊 也是促進消費啊 你五倍券你要什麼使用 五倍券我就綁定啊 你用綁定的 對啊 我想說你會發給員工 那個 加菜金啊 或者是帶動表現一下 我都要跟他們吃飯了 那主委長我請問一下 這個五倍券上路了以後 對整個國內的經濟成長有什麼影響 根據國外會的報告說 他們會有經濟效益兩千億 我尊重他的說話 兩千億啊 對 那這個金額大不大 這個蠻大的 已經佔了 那那個金額那麼大 會不會這個滾滾的消費券 現在動起滾動了以後啊 那間接又帶動了很多的價格的飆漲 譬如說 蚵仔麵線 我記得以前一碗大概十五塊二十塊可以吃得到 你知道蚵仔麵線現在一碗要多少錢 什麼東西 蚵仔麵線 蚵仔麵線 蚵仔麵線大概二十塊左右吧 哪有 你吃米不知道米價 吃蚵仔麵線不知道蚵仔麵線的價錢 現在最忙都嘛 三十五塊五十塊啊 所以 主委長 所以消費券一起來了就一帶動 欸 那我本來我賣四十五塊了 我剛剛就順計就調五十塊 因為消費者也比較不會計較那五塊啊 我就 悄悄的 無聲無息的 趁著 趁著五倍券的 開始 啟動 我就調高 那請問 主委長 他們這樣東調西調 所以他可以調了 好 如果 全線都調整的話 那 會面臨什麼樣的情況 CPI可能又 又爆表了啊 2.6 假設 消費者 物價指數 衝破3%以上 主委長 你會做什麼樣的動作 我們 我們不會說 就目前的情況之下 不會說有到超過3%了 就今年的發展趨勢 我們的估計大概只有1.7左右 那 為甚麼 那 在 明月 好 給我 你 跟